美国法例规定 凡是超过一万元的现金交易 都需要向政府申报 现金交易包括在银行提款或者存款 或者是用现金购买商品 好像买一辆汽车 银行和商业机构都有责任 要向政府申报 这个报告英文名叫做 Currency Transaction Report 或者简称为CRT 申报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是没有任何的后果的 也都不会引起政府怀疑 或者对你进行调查 只要事主奉公守法 没有走私门衰 或者参加黑社会 或者进行恐怖活动 是完全不会被政府调查 或者违难的 因为政府的目的是要监管 和防止不发的行为 一般粮民作现金交易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即使现金交易的金额低于一万元 只要财务机构 怀疑客户是故意想不报 这样的情形下 超过三千元的现金交易 都需要作申报 所以大家应该光明正大地 让财务机构作申报 一点都不需要戒心 或者担心 我是林修荣 下次再在理财分判中见面